制药公司的CEO带着两名保镖到卫生间叙叙 海王拿着灭火器突然就冲了进来 七里咔嚓就把他们给杀了 这位首席执行官到底犯了什么错 撒泡尿都能惹来杀身之祸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动作片 甜心女孩 大老王的老婆不幸得了癌症 而那种抗癌的药物贵得离谱 一家人已经负担不起了 这时候主治医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说有一种物美价廉的抗癌新药马上就要上市 得知这个消息 全家人再次看到了曙光 但好景不长 没过多久 主治医生又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生产那种昂贵抗癌药的公司 付钱给生产物美价廉抗癌新药的公司 让对方推迟新药的上市时间 这个消息对大老王一家人无疑是个恶好 而与此同时 电视上正在现场直播制药公司CEO和女医员的对话 根据女医员掌握的资料 这种昂贵的抗癌药整个疗程的成本其实只有4美元 但CEO辩解说 他们公司投入到研发上的费用高达数十亿美元 加上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费用 目前这个定价是完全合理的 而花钱阻止那种物美价廉的抗癌新药上市的 也正是这个公司 他们为了继续获取高额的利润 完全不顾那些病人的死活 愤怒的大老王直接把电话打到了直播间 大老王放出狠话 如果自己的老婆因为用不上抗癌新药而死掉 他会亲手把这位CEO干掉 大老王的闺女小甜甜非常懂事 每天都陪在自己妈咪的身边 世上最痛苦的事 却无能为力 转眼间大老王的老婆已经去世六个月了 大老王话悲痛为力量 整天泡在拳馆里拼命的锻炼 这天大老王意外的接到了某杂志记者的电话 这位记者正准备写一篇关于制药公司行贿的报道 目前他已经掌握了制药公司大量的犯罪证据 这其中还牵涉到一些大人物 由于大老王也是新药推迟上市的受害者 记者便打算跟大老王见面聊聊 只要大老王愿意作证 他就能帮大老王的老婆讨回公道 两人约定二十分钟后在地铁站见面 大老王让小甜甜在家老实待着 他前去跟记者见面 这位记者非常的谨慎 大老王倒了好几趟地铁在跟记者见面 而他的闺女小甜甜因为不放心 一直在后边跟着 大老王和记者正聊得起劲的时候 一名杀手突然冲过来把记者给通死了 这明显是要杀人灭口 大老王一看这还得了 上去就跟杀手掐了起来 本来大老王已经基本上把杀手给摆平了 但小甜甜的出现让他分了心 杀手趁机给大老王来了一刀 有了长足的进步 KO小鹰嘴炮可能有点困难 但一般的格斗选手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而且这小丫头骗子心狠手辣 一出手就招招致命 而大老王这两年也没钱着 他搜集了很多关于制药公司CEO的资料 他必须要搞清楚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猫腻 趁着CEO出席某慈善卖会的机会 大老王伪装成服务员进入了会场 他首先弄吃了CEO名贵的西装 等CEO上卫生间的时候 他拿着灭火器冲了进去 打运两名保镖之后 大老王把刀架在了CEO的脖子上 CEO无奈只好说出了实话 原来两年前派杀手刺杀记者的不是他 很可能是公司的董事长 趁着大老王愣神的功夫 CEO和保镖发起了反击 经过一番搏斗 大老王枪毙了其中一个保镖 然后又闷死了CEO 一下死了两个人 大老王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只好带着闺女小甜甜连夜跑路 案发之后 FBI的探员很快来到了现场 通过另外一个保镖的反应 他们得知杀手曾经在两年前 说过让CEO给他老婆陪葬的话 探员们经过排查 很快将协议锁定了大老王 晚上父女俩下榻 在了一家汽车旅馆 小甜甜主动给女探员打了一电话 说CEO的死是一个意外 制药公司曾经给高官行贿 很多癌症患者都是阴探儿子 杀手们通过警方的内线 很快就找到了大老王和小甜甜的落脚点 这两个印堂发黑的家伙 刚一进旅馆就被大老王发现了 随后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 杀手全都领了合范 大老王拿走杀手的手机和武器 带着小甜甜再次上路 爷俩经过商量 认为这么一直下去也不是个事 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啊 他们必须主动出击 把幕后黑手董事长给交出来 大老王砍了一棵树 横在了隧道的出口 他准备给董事长来一关门打狗 共同作别 两年前那位干掉记者的杀手 在雇主的指令下开始行动 他首先在二手车行抢了一辆面包车 然后又自主研发了一种威力强大的子弹 天黑之后 制药公司董事长的车队 浩浩荡荡的出发了 当董事长的车开进隧道 才发现不对劲 他急忙让司机往后倒车 但大老王开着挖掘机 把他的退路给封死了 无奈之下 董事长让司机强行往前开 汽车哭插一下 就骑在树上下不来了 而与此同时 那位冷酷的杀手出现了 这哥们受苦于一位权力很大的狗管 为了防止董事长胡说八道 他是来杀人灭口的 董事长父辈受敌 最后被大老王逼到了墙边 可两人还没刚聊几句 杀手就把董事长给干掉 大老王一看形势不妙 急忙开着车落荒而逃 而杀手一枪就把他的车台给打包了 妇女俩徒步来到一小商店 趁着老板不在 把人家的车给偷走了 为了打听出真正的幕后黑手 大老王带着小田田来到一块餐店 主动找到了那个凶残的杀手 这位杀手非常的专业 他的合约内容是 杀掉任何可能牵连到他雇主的人 因此他必须要干掉大老王 不过杀手也知道大老王是无辜的 大老王向杀手提出了一个荒唐的建议 他让杀手说出雇主的名字 然后他去找那个雇主算账 两人到时候可以在那来一场巅峰对决 虽然大老王的这个想法很幼稚 但杀手竟然答应了 也许是这个杀手良心发现 也认为他的雇主确实最大恶解 也许是因为追杀大老王太豪施耗力了 还不如按大老王说完那样 到时候两人来个痛快 而这个雇佣杀手的幕后黑手 居然是那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女医员 原来这个女医员为了能够连任 接受了制药公司巨额的贿赂 大老王开着那辆偷来的拖车 带着自己的闺女小甜甜回到了市区 准备去找女医员算账 在警察的追击之下 父女俩跑散了 大老王慌不择路跑进了体育场 最后被警察堵在了看台的房顶上 这时候影片来了一个超级大反正 原来早在两年前的地铁上 大老王就被杀手给干掉 之后我们所看到的 其实全是小甜甜一人所为 换句话来说 大老王死了之后 失去了双亲的小甜甜 患上了人格分裂 他一直都认为 自己是在和父亲并肩作战 或者说在他一系列的行动中 是他父亲大老王的精神 一直在陪伴和支撑着他 小甜甜没有选择投降 而是一无反过的跳进了水里 当救护车拉着昏迷不醒的 小甜甜前往医院的途中 小甜甜突然发难 很快就把救护车给搞翻了 然后在女探员的注视下 仨子聊了 小甜甜跟踪女艺员 来到办公大楼 准备刺激行动 而与此同时 那名杀手也如约而至 两人从屋里打到屋外 然后在水池里展开了终极PK 其实从双方的实力上来看 小甜甜无论从格斗技能 还是经验上 跟杀手完全不在一个层面 眼瞅着小甜甜 就要被杀手掐死在水里 这时候大老王的一句天外之音 把他给唤醒了 小甜甜马上就向海王的女儿 灵魂附体 捡起水里的道 就把杀手给杀了 哎呀 为了把海王的梗 引入到影片中 导演也真的是用心良苦 随后小甜甜堵住了 正准备逃跑的女艺员 毕竟是搞政治的 女艺员的谎话是张嘴就来 而且脸不红心不跳 听到我都快信了 不过他这套词 对小甜甜却一点用都没有 小甜甜逼着女艺员 说出了自己受贿 并且雇佣杀手的事实 这段话被小甜甜录了音 并且很快交给了警方 影片的最后 女艺员被抓 小甜甜则全身而退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 得了癌症真要命 亲人跟着也悲痛 期待要驾赶快将 造福广大老百姓